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场上的气氛仍然非常热烈啊 尊敬的崇洪波代总领事 尊敬的各位乔领代表 尊敬的观众 亲爱的朋友 大家晚上好 晚安 今天我们相聚在一起 共同庆祝我们的祖籍国 75周年的华诞 祖籍国用了75年的时间 奋发努力 实际上是最近的40年时间 在科技 教育 经济 军事 外交 等各个方面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突破性的发展 变成为世界强国 好 祖籍国的强盛 让我们海外华人 心怀喜悦 感叹不已 为祖国的 成功和进步 大大的点赞 但是祖国的强盛 并不代表 我们海外华人 的位置的提高 所以说我们海外华人 仍然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 来提高我们的位置 提高我们在社会 国际社会的影响 来凑进 我们所在国 以祖籍国之间的友谊 起到这样的一个桥梁作用 同时 我们身在海外 要为我们自身的利益 自身的权益 发生 争取 这是在祖籍国 发展 强大以后 那么海外的华人 同样 也要融入 我们的主流 融入我们的政治 在海外 在所在国 争取占有 一席之地 掌声在哪里啊 今天 我们欢迎在这里 共同庆祝 我们拼搏了七年 第五页 龙文化节 取得了圆满成功 这次龙文化节的成功 和上一次的龙文化节成功 它有一个区别 有一个显著的区别 本次成功 我们说 龙文化节 扎扎实实的 在主流的这个地盘上 在我们多伦多市场执行广场上 扎扎了根 不仅受到广大华人的喜欢 正如罗维都总统是所说的 它是华人的一个节日 一样 更重要的是 它面向主流 受到了广大 其他族裔的民众的喜欢 它们人群不绝 纷纷报道 我们的文化艺术 受到他们的欢迎 有的朋友告诉我 我在龙文化节的一天 我看到了 我想看到 一年所看到的活动内容 它们为之震撼 为之惊叹 这是我们龙文化节 所展示出了 除了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还展示了 现在的科学技术 我们中国人的聪明 展示了我们中国人的内心的美好 展现了我们中国人的善良 展示了我们聪明 我们的AR技术 我们的机器人的技术 我们都有展示 受到了 受到了 观众的喜爱 所以说 龙文化节 受到了广大主流社会喜欢 这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初衷 达到了 做到了 第三个标志 我们的 多伦多龙文化节 我们的多伦多龙文化节 各种各样的宣传图片 宣传视频 宣传文字 这是我们很欣慰 因为 他们喜欢了 他们自己宣传了 他们他们 他们甚至 以龙文化节 作为一个亮点 来拉动他们的流量 非常好 当然 龙文化节的成功 离不开 离不开 我们在座的各位的努力 离不开我们赞助商的支持 我们义工们的勤奋的工作 台前幕后的工作 也离不开我们台上 台下进行操作展示 互动 表演的 这些艺术团体 在此 我们要为 我们这些 我刚才所讲到的 各个方面的人员 表示 感谢 龙文化的成功 是你们对付新车 心血的付出 今天 我们相聚在一起 我们还要 感谢 我们的文化 和艺术的团队 对我们 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传播 把我们的美好的中华文化 融入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之中 使得 加拿大 我们所在国的多元文化 更加美好 更加美丽 所以说今天呢 因为我们的 我们这个文化团队呢 不仅有人说它就是一个文化艺术组织 实际上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艺术组织 它是一个社会的 华人社区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力量 一 2017年 我们南京大屠杀的签名 当时 需要十万个签字签名 我们华人文化团体 文化组织 我们组织了 一万个签字 这是大陆华人团体 组织了一万个签字 在座的好多都参与了这场 轰轰烈烈的签名运动 相对于我们大陆团体来讲 这是民屈一指的 比如说 去年 台华法 一百周年 我们 在活参的领导下 我们组织了 发声活动 一百周年我们要反思 我们文化艺术团体 出动了一千多人 参与这场到沃太华的一种 游行 集会和游行 所以它是一支力量 它是一支很强有力的力量 和组织的力量 所以说呢 今天我还要在此宣布 为了鼓励我们的文化和艺术团体 乃至非文化艺术团体 积极地参与社会这样的活动 我们设立了 一个奖项 它叫龙峰奖 Canada Dragon Award 这个奖 从今天开始 以后每年 发布 好 我就是简要介绍到此 感谢 各位朋友的到来 希望你们有一个 愉快的晚上 谢谢大家 好 好 感谢我们的 多伦多龙文化节的 这个是多伦多龙文化节